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控制空中传球。 在比赛中,常常会需要控制来自空中的传球,特别是远距离的传球。 控制空中传球的关键在于使有一定高度的球能够在您的面前停下。 能够越快地使球停在地面,就说明您的控球能力越好。 成功地控制空中传球,您需要遵循控制地面传球相同的步骤。 您可以先观看我们关于控制地面传球的视频教程。 在这里,我们会为您展示最普遍的控球方法,用脚的内侧控球。 弯曲支撑腿以更好的保持平衡。 在这个示范中,支撑腿是左腿。 您还需要90度弯曲控球的腿,以便缓和来球的冲击。 脚应该顺势接住来球,不应该抵抗球的力量。 让腿在受到冲击之前回收一些以缓冲球的力量。 这样,球就会轻微弹起,并在您的面前落下。 我们建议您先练习简单的空中传球控制。 然后再尝试控制空中传球并改变控球方向,将球传向球场的任何地方。 不要心急,多加练习。 两个人一起练习,试着与搭档面对面站着,保持三米远。 轮流向对方空中置球,然后用脚内侧控制住球。 当您熟悉了这项练习之后,可以拉远两人之间的距离增加难度。 要控制空中传球,在来球时记住腿要弯曲,不要抵抗球的冲击力,而试用脚缓冲这一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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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